加一縣民進黨已經執政二十年了 被視為是綠營的鐵板一塊 縣長汪章良 民調是居高菩薩 選前科學員區籌備揭牌 又舉辦了國慶煙火 這打出是農工大縣的口號 選情被外界可以說是一致看好 而國民黨在選前百日 才決定由立委王玉敏來出征 儘管說時間倉促 但是他還是非常迅速組織了競選團隊 針對加一縣的市政弱點 持續創造議題 選情在穩定中成長 尋求奮力一搏 無人機展演天光 一舉獲得世界首獎 加一縣亞洲無人機AI創新 應用研發中心 研攬專業團隊進駐 一 請啟動 總統蔡英文全力支持 台灣科技藝術產業 今年四月行政院長蘇貞昌 為加一縣科學員區籌備揭牌 接著國慶煙火接棒 也在加一縣 加一正在蛻變 新興科技將與傳統農業結合 加一正走向轉型的道路上 農工大縣正在實現 選前釋放大力多 縣長翁張良大舉揮舞 整個科學員區的威力 會造就整個加一縣 那未來的整個發展 讓我們的子弟未來有就業的機會 還有太保新市政快速的起飛 得下拜託我是翁張良 翁張良曾被戰役是加一縣 有史以來最好的縣長 上任後民調前段班 2022年更禍封五星級 但甩不開的包袱是 2020年加一縣65歲以上 老年人口比例 達到20.34% 是台灣第一個 邁入超高齡社會的縣市 2021年總人口數 減少6165人 比一個阿里山鄉 人口數還要多 人口流失嚴重 競爭力掉車尾 所以總體競爭力的不足 实际上就是我們 這幾年我們在做的 怎麼樣加強嘉義的競爭力 民進黨20年的執政 患上了翁張良也一樣 他們都沒有能力改變嘉義 王玉銘選前三個多月 才被國民黨提名參選 儘管臨危授命 卻是有備而來 延覽各界專家學者 組成國家級競爭團隊 有前內政部長李鴻源 為淹水弊端解套 前高醫院長侯明峰 為人口老化問診把脈 緊跟實施狂打議題 無論是打造成觀光文化大線 或者是讓新年反家的計畫 或者是打造成福利大線 在少子化跟高齡化 這個都是我的強項 王玉銘聲勢逐漸拉高 不過民進黨在嘉義縣 已經執政20年 外界認為藍營長期末世經營 地方基層缺乏動能 王玉銘首要就是穩住基本盤 嘉義縣是傳統農業大線 藍綠兩黨參選人 都是以農業為本規劃未來願景 就看選民決定要由誰來帶領開創新局 記者張俊榮嘉義報導